天南地北谈华语 哎呀呀 我们的代主管刘姐又有新作了 她还真不幸 但凡有什么小动作 总是让你第一个发现 哎 第一个发现的怎么会是我 是财务部 我只是这么巧 每次申请报销的时间都跟她差不多 你猜 这回她又出什么新招了 不会是拜访哪家公司 或是请哪家公司代表吃饭吧 这些她都用过了 见通过的几率不是百分百 这回改成买了一部相机 得用什么理由才能报销这部相机 说是我们部门在取材收集资料时要用到 又说为产品拍一些简单的 初步概念的宣传照或影片的时候 可以用上 得了吧 现在这些功能全让手机取代了 我们部门谁没手机 人家主管为下属着想 认为公司的事就要用公司的资产来做 不应该用上私人物品 而且万一我们用手机拍了那些新产品的照片 外泄的话会给公司带来损失 八成是她自己想拥有内部相机吧 而且她对这些又不了解 能买多高端好用的 不用想也知道 没有事先开会通过 财务部才不会批 她呀 想尽办法报销个人开销的事 全公司都知道 她在这方面是手屈一指的 哎 手屈一指不能这么用 不就是第一吗 她在这方面位居第一 我要是颁个冠军奖杯给她 也不会有人反对 手屈一指 手是首先 屈是弯 当我们在屈指计算的时候 总是先弯下大拇指表示第一 因此用成语手屈一指来表示居于首位 而这句成语含褒意 含褒意 不能用来形容反面的咯 你说对了 不能用来形容反面的否定的人或事物 哦 得用在正面的肯定的人或事物 比如手屈一指的专家 手屈一指的服务 再比如你每次买的传统糕点 在你家那一袋是手屈一指的 确实是 有时还得预定呢 哎呀 你没尝过我做的 我做的在我们家是手屈一指的 你家除了你还有谁做 无人能比啊 确实无人 总之 手屈一指表示位居第一 含褒意 天南地北谈华语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 李林和谢嘉丽播讲 节目重温可以浏览IFM官方脸书 Facebook.com slash AIFM dot Malaysia 或浏览YouTube频道 搜寻天南地北谈华语 那天南地北谈华语